感谢小米,真全面屏的时代终于要来了 要迈入真全面屏时代,小米的做法是利用屏下镜头的技术 毕竟现在手机的边框已经做到前所未有的窄 要实现真全面屏的最后一道坎,就是前置镜头 小米早在2019年就在开发屏下镜头 它是改善了OLED屏幕透光的特性 再把镜头藏在了屏幕底下,来实现屏下镜头拍照 但是碍于屏幕挡在镜头的前面 所以当时拍出来的照片就像是被夹了一层filter一样 瓜里蒂有一点堪忧 经过了一年多的努力,来到了第三代的设计 已经是可以达到量产的水平了 小米是怎样做到的呢? 第三代的屏下镜头技术重新排列了屏幕的每一个像素 就是把每个像素之间的缝隙加大,来提升它的透光率 然后再通过软件算法,来让拍出来的照片可以维持一样好的水准 把镜头藏在屏幕底下,有的人就会担心 看屏幕的时候会不会影响观感 小米把这个镜头藏到很好 其实日常看影片,打游戏,基本上是注意不到屏下有镜头的 在未来,智能手机的正面,无疑就是只会剩下干净的一片屏幕 但是手机正面除了屏幕,它还需要有前置镜头,听筒,还有一些sensor 听电话的时候屏幕会自动按掉,也是靠这些sensor感应的 如果要实现全面屏,就要把屏幕以外的东西都去掉才行 sensor其实可以被藏到屏幕顶部的位置 而听筒也已经可以利用屏幕玻璃震动的技术来取代 那要达到全面屏的最后一道坎,真的就是前置镜头了 在追求全面屏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也花了不少时间 2016年,小米的Mi Mix就第一次把边框做窄 但是前置镜头就被移到很突兀的底部 Samsung Galaxy S8成功去除了左右两边的边框 iPhone X则把边框缩到了极致,却留下了大大的刘海 所以我们在这几年才会看到很多的刘海屏,挖孔屏 甚至是移动式的那种镜头 刘海屏跟挖孔屏,简单来讲就是很丑 移动式的镜头虽然已经实现了完美的全面屏 但是用了这种移动结构,就得牺牲掉防水防尘的部分 所以并不是很理想 小米这次的屏下镜头技术已经成熟 相信明年小米的旗舰发布过后 就会打开整全面屏的新时代 当然,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苹果在几年过后重新发明这项技术 谢谢你的收看 喜欢的话请记得给我按赞订阅跟分享 这里是国粉科技频道 以后也会为大家带来有趣的科技资讯 有兴趣的也可以去我的FB专业观光 我是CCK,下次见